大話成語又跟大家見面了 我是宋明翰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成語故事叫做 浮龍奉雛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群雄歌劇 當時的劉備才剛出頭 所以手上沒有太多的人才 可是他求賢若可 想要找到一位治國安邦的賢才 有一段時間他運氣很差 怎麼找也找不到 不過他後來聽說 有一位名士叫做水晉先生司馬輝 他就跑去找水晉先生求教了 劉備就說了 司馬先生 你有沒有認識治國安邦的人才 可以介紹給我呢 水晉先生就說了 書讀得多的不見得叫做人才 不了解天下局勢的不能夠叫做俊傑 俗話說得好 視實務者為俊傑 我認識兩個人 他們不但書讀得通 了解天下局勢 還能靠著自己的能力打遍天下 劉備聽了以後很開心啊 哦!這兩個人都是誰啊? 水晉先生說了 他們一個叫做浮龍 一個叫做鳳廚 得一人便可安天下 相信講到這裡啊 很多朋友都猜到了 浮龍就是臥龍 講的是孔明 諸葛亮 這個鳳廚呢 是龐統 這兩個響亮的外號 大家一定都聽過 可是你們知道是誰給起的嗎? 當時有一個名士叫做龐德公 他是龐統的叔父 他有一項很厲害的能力 就是他一眼就能看穿你的能力還有個性 並且給你起一個非常好聽的外號 舉一個例子吧 水晉先生司馬徽 這是他給起的 因為他覺得司馬徽清如水明如景 對於世事萬物都看得清清楚楚 透透徹徹 所以叫他水晉先生 另外呢 他給諸葛亮還有龐統 分別起名為浮龍還有鳳廚 因為他覺得 他們一個像是盤握著的龍 一個像是還沒長出翅膀的鳳 一個是萬獸之王 一個是白鸟之手 兩個人都是還沒有被發掘的人才 浮龍鳳廚這條成語 就這麼流傳下來了 這條成語 拿來一指還沒有被發掘的 荒世奇才 今天的大話成語就到此 結束